大家好 2021年11月29号 现在早晨的8点25分啊 西班牙时间 这有一个粉丝给留言啊 说他说我媳妇的妹妹 啊 她的小姨子啊 在上海市静安区公安局工作 公安分局啊 上海市静安区公安分局工作 他们的局长去年 得艾滋病死了 局长得艾滋病死了啊 然后局内啊 公安局内部的有的女警 女警察赶紧去检查身体 那都跟局长睡过呀 跟局长有一腿啊 是吧 这个赶紧去检查身体啊 这就是中国的情况啊 就这么一个简短的留言哈 前两天我做了一个节目 上海市某一个银行吧 那个行长啊 不是把他行里边的呃 女部下女员工睡了32个吗 然后呢 是在16年啊 他非常的这个人一看就做财务工作的啊 非常理性 然后那个也非常的这个具体化啊 都是量化 就是16年32个每半年一换啊 这半年我跟你好 我跟你睡 过了半年就换另一个啊 是吧 这让我还有这个公安局这个事儿 这个局长的事儿 这个静安分局得艾滋病 我让我想起来是贵州啊 还是云南啊 某一个县的副县长吧 得艾滋病了 然后说那个县城里边立马有上百个女干部啊 女教师啊啊 然后可能还有女警察 女商人 然后蜂拥到医院去查这个AIDS 这个艾滋病 是吧 获得性免疫系统缺乏症啊 去查 他们这些人啊 还是不太高级 你看到了人家周永康 是吧 到了人家令计划这个级别 就不会得艾滋病 因为人家找的还都是 是吧 要不然是央视的女主播 要不然是在中南海 或者人民大会堂里边 那些女工作人员 女服务员 是吧 相对来说就干净啊 有些就层次低的 还找什么空警 是吧 甚至从大街上找那种卖银嫖娼的 那这种就悬了 是吧 你得病的几率就高啊 反正这个公安局的警察 哎 我还知道 这个哪啊 这个北京 北京是这个复兴门外 复兴门往西 第一个路口 那个叫南里石路 南里石路的 那个从那个地铁站出来 马路对过 有一个台阶 不高那台阶 上面有个房子 那个应该是二炮解放军 第二炮兵后勤部的房子 啊 二炮后勤部正好也是我的客户 然后那个 呃 那个租那房子的人 租那房子的人是一个姓赵的 他在那当老板 那个叫兴达 兴旺的兴 道达的达 兴达 美食 到他们这儿 当然啊 美食 娱乐 就是有餐厅 有歌厅 有的警察来了 就白嫖 他们这儿当然有小姐 警察就白嫖 好吧 具体的不说了 不不描述了